这种巷子里的小饭馆挺有感觉的 现在也比原来做的精致了 你看看 早晨起来的小面馆生意挺好 里边都满座了 坐门口 这种吃面的方式很特别也很地道 我特别享受这种路边吃面的感觉 小时候在院门口和小伙伴一块 我的发想 特别夏天中午吃饭 一碗芝麻酱面拿两根黄瓜 门口在路边的小凳子上一坐 吃着面聊聊天 然后接着玩 那感觉可舒服了 上次我感觉是匆匆忙忙 然后加上外公外婆刚杨康 感觉心里老有事似的 这回在完全放松的状态 现在虽然人也不是那么太多吧 但是可能咱们的心情不一样 感觉还是挺生活化的 就没有那种紧张啊 或者说来车啊 来快走 但是光看了 车都开了 下回你也拿着自行车的了 在重庆能看到自行车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重庆是山城 上坡下坡特别多 我记得第一次来重庆的时候 就说这个 重庆很少有人去自行车 因为太累了 现在随着自行车的进步 工艺的进步 车体越来越轻 然后变速器 前后变速器 可供选择的档位 越来越多 其实起来就没那么累了 再加上现在大家都注重运动 自行车运动慢慢在重庆 也都开始这种兴起来了 哇 这好多人 你看看 这是有当地人来逛慈禧口庙会的 然后还有一些外地的游客 你看看 这人排的 从楼梯这就开始排了 一直排在刚才里头 这就是慈禧口古镇 这边走是渣子洞白宫馆 好热闹啊 这饭馆全是人 你看看 这点 这现在刚 哦 五点了吧 就开始吃吃饭了 人多才有过年的气氛 这还是挺好的 但是好在 我觉得这个人流量还是 既有过节气氛又 不至于出危险 是吧 这个是慈禧口的那个老的入口吧 这个不是 这是新的 慈禧口的老入口的那边 它是一个那个大的牌楼 然后路很窄嘛 这边是新开发的吧 对如果说是 如果说是像以前那样路那么窄 然后这么多人流量 那肯定 人挤人根本走不动 这变化还是真挺大的 我有点不认识了 我有点不认识了 这个慈禧口 古镇 红柳烤肉 红柳烤肉十块钱一串 这个儿不小 你吃不吃 我不吃 牛鱼你吃不吃 看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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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纯不行接了 现在已经 不是咱们上次回来这次 就是再往前一次 我在这开过车呢 因为我看那个楼了 前面就加灵江 这是那个 大树那块是老的 刺激口的入口 那时候这块有一个 三姐面馆 是吧 原来跟你妈他们同学 我们晚上有时候唱完歌 或者都上这来吃面了 但是现在也没有了 好像都改造了 对对对 这是那个老的入口 我没说错吧 这要是这么窄的路 然后那么多的人流量 还是挺危险的 关键是走不动道 看现在现代的品牌 和古建筑结合 也挺有味道的 特别是茶盐夜色 这个这是以前 我们有时候去吃的猫儿面 好像上过中央电视台的节目 对 那边写着 CCTV 央视广告宣传品牌 看看这个 猫儿面 我记得下边是不是有一个观音庙 那年初一在这还烧香来的 我记得 好多人在这烧 有点 就那块吧 应该我看那块人挺多的 有点像北京的那个雍和宫 初一都在这抢了烧头一炷香来 我们现在去吃杨继龙虎的川菜 再往里搅 搅拥 你往后面看 你往后面看 希望2023年有更多的机会 拎起箱子去旅行 这是你点的吗 这是你想的吗 下单就没 下单就没 这一桌的菜 这里空心的吧 我看看 哇 多吃 来看一下里面啥都没有 哈哈哈哈 看一下里面 来 你先来 这就代表了 今年呀 你要往里装钱 装什么的 装满 装满 来 装满幸福 吃完饭 来逛逛 古镇慈禧口 有灯光还是不一样 更漂亮了 哇 口特针 可以太郎 在网上看到过开车出来摆摊的 什么武汉啊 我见过 然后这是在重庆第一次亲眼所见 看 这就是慈禧口 你有印象吗 来过这 没有 没有吧 走 进去带着你找着感觉 人还是挺多的 估计也都是外地游客 这里面全是小吃 你不要吃陈麻花吗 这要街上竟是陈麻花 学校门口卖的东西呗 小时候我跟家长打麻将 我们几个小孩就外面去吃了些 这我小时候也有 我小时候这么点小的袋 五毛钱 五毛钱 一毛钱一袋 五分一毛 还是一毛吧 火箭皮 火箭皮 全国人民那时候吃的都一样 对 你看这双卡 录音机 电视 前五个带有这个 往里走 往里走 那种很接地气的小巷 这种巷子里的小饭馆 挺有感觉的 现在也比原来做的精致了 你看看 太黑了 你看以前重庆就这样 路窄 然后也暗 你好 麻烦问一下 这厕所在哪啊 前面 谢谢 这是山体啊 这就是 看不见可能 能看见吗 你看 这就是山体经过处理的 上面就是磁蚝口鼓镇的一部分了 就 这也算一线天吧 这个 喜欢喝茶的一定要来这个汉林茶园 这个院子是一个三百年的院子 我每次回重庆来的就是这个地方 那个院子特别好 虽然不大 但是房主的是七十多岁的一对夫妇 一个叔叔阿姨自己在家院里 开的茶馆 特别是夏天 每次回来 我都到他们家来喝点茶聊聊天 这边坐在大树下坐在一个藤椅上 哎呦 很有感觉了 这个院子还挺有味道 带郎看见古镇汤圆 直接就进来了 又走进一个美食街 这一口黑重庆 哇 这海鲜不错啊 看着 哇 大房间 哎 这什么蟹来的 面包蟹 面包蟹 哇 看了一下 基本上 小吃都是辣的 还有蟹蟹 很麻花 太郎 你吃蟹麻花吗 吃上了吧 你看这么多蟹麻花 这还有一个下麻花 你要找瓷巴是吧 手工瓷巴 走 一直在找这个手工瓷巴 这是一个有年头的一个老店 老店就是招顾客 都是慕名而来的 你看 好吃吗 是你想象的味道吗 这是个咖啡馆 这是个咖啡馆 文创咖啡馆 也关门了 没有吧 还开着呢 这挺有感觉的 此一口的另外一头 夏令江边 紫气东来 记得往年 夏天汛期的时候 江水一直漫到这个 沿着梯坎 漫到上边 我媳妇告诉我 当年那个江水漫到这里 哦 看看 每年的记录 我的天呀 江边坐一下 看看这儿茶楼 喝会儿茶 看看江景 这个地方真不错 找个地儿喝点茶呗 可以啊 可以 不错不错 哎呦 好哎 一壶长 哎呦 还能烤白薯呢 这些妈妈都烤好了 那天我们自己烤了 正烤的熟的 这是瓜子 这个花生烤熟了 那个鹅就爆炒了 那天熟悉的节奏 十年之后 那我们是朋友 还没隔壁的梦 只能吃到中温柔 那天朝露 都也跑得一跌倒 今天最后 那天都会 拥有 我愿意 我愿意 转藏轻度 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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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深 为 我们出来又12点了 看看午夜的刺激口古镇 还有那更有那感觉了 有点像那个古装片里边那个老街道 你看这也就是咱们一群人在这走 一个人走就顺着 对啊 安安静静的 是 你会想到什么 我也是 我怕万一出了个僵尸怎么办呀 僵尸 你冷不冷啊 我这一过12点出来 湿冷湿冷的 我要回家做 我要回家做备活 酒过来 我容易晕得了 我怕我还会爱你 你父亲是我们的 是你姐大的 我怕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